话音刚落 红莲却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 看着红莲泪流满面的样子 卢龙斌从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狠狠地骂自己 为什么要让这么善良的姑娘 跟了你这么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混小子 作为一个男人 你的责任你的担当又在哪里 从那以后 卢龙斌的命运似乎就发生了改变 今天我们也真的很意外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我也是第一次来北京 第一次去参加世界脑的舞台 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 以前童年经常说我 像个木头的一个实用之一种 我从来没所得给他买 都是买的那种塑料花 那我今天特地叫我们编导 帮我准备了一枝鲜花